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7月28日 又是美好的一天 这是林小河谈投资理财的第216集 现在是上午11点18分 来看一下国际股市行情 昨天美股上演篇出行情 道琼收盘涨436点 NASDA涨469点 很久没看过NASDA有涨超过400点了 看一下道琼的线图 在大家恐慌担心之中 是不是已经涨一波上去了 再看NASDA的线图 一从三、两从三、三从三 青州已过万从三 是不是一三比一三高 这两条线几乎要形成黄金交叉了嘛 看看新闻 美国股市暴涨 联总会升息三马 联总会主席说 美国经济并未陷入衰退 不是很多人说美国经济衰退了嘛 现在联总会主席说经济没有衰退 大家不要担心 再看这个新闻 美国连续两次升息三马 40年来最激进的行动 这不是重大利空吗 为什么股市会大涨 因为利空已经变成利空出境了 看看联总会主席 他否认美国经济正在衰退 所以美国经济没有衰退啊 那大家在担心什么 这一波冲击股市 让股市大跌有三大原因 就是疫情、战争跟升息 疫情大家已经不担心了 俄乌战争打到哪里了 还有人在讲吗 好像也没有人在关心俄乌战争了 现在升息也变成利空出境了 那对美股还有什么好担心的 今天这一集就谈到这里 下集再见 3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